16年康尔维可熟他了 怎么呢 走了全世界42个国家 上过纽约墨田大楼 坐着热气球参观阿富尔铁塔 又到英国泰晤士河边范州 反正是世界好地方样的走遍 42个国家 康尔维是四度太平洋 九射大西洋 八次穿越印度洋 当时中国人我估计人 没有一个人有康尔维走这地方多 而且康尔维走这地方还不一个人 拖家带口带着妻妻孩子 有人说他一个书省穷书省 哪来这么多钱 戊戌变法之前 康尔维趁头搞了一个保国会 大家都看到了 这就是我光绪皇帝冒着生命危险 亲传给我康某人的秘诈 我们微信党人今知历史 继承先例的遗志 救我皇上把我大清国从水深火热中 解救出来 那老太后 宫中有无数面首 教涉隐移 莫可言状 我党奉兆讨逃逆 恭请各位爱国同胞 支持我党 说是保国会 其实就是保大清皇的公司 以这个名义的筹集办法用的款项 结果筹集了一大笔钱 这一大笔钱 当时康尔维是会长 就控制在他手里 等于他这些年 16年悠山玩水 花的就是这个钱 说白了 跟我们现在来讲 等于公款私用 筹集算款 他自个儿悠山玩水 在某种程度来讲 康胜人也是个不要脸的在这上 当然他早期为维系办法的贡献 你抹杀不了 可是康尔维在步入 正深压晚年的时候 他还继续坚持着 变法保留地质 这就跟民主共和的大四朝 完全不一样了 他就成了个 明完不化的老古董 老师 您这可是 抱残首缺呀 孔子曾言道 圣之使者也 您是我们的至圣先师 可总也该懂得 与时代并进这个道理吧 你走吧 后来呢 包括拥护袁世凯上台 跟张学一块搞 变子军复辟 把宣统又抢回来 成了革命发展 一个半角形 所以当时有人呢 给康尔维一步对了 上联叫国之江王必有 下联叫老而不死是为 什么意思呢 这是藏伟联 传统的话叫国之江王必有 妖孽 说这人老而不死是为贼 国之江王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意思是你康有为 乃国之妖孽 国之贼